中老年读者的生活经验和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长寿的追求愈发迫切,各种养生方法也因此备受关注。 冷水澡作为一种传统而又颇具争议的养生方式,近年来在网络上频繁出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尝试。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复杂健康效应的养生方法,中老年读者往往感到既好奇又困惑,他们渴望了解冷水澡是否真的如传闻中那样神奇, 能否为自己的健康长寿加分,同时也担心自己是否适合这种养生方式,是否会因为盲目跟风而损害身体健康。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需求,本文旨在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中老年读者揭开冷水澡与健康长寿之间的神秘面纱。 我们将从冷水澡的传统观念出发,结合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全面剖析冷水澡的利与弊,同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冷水澡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效果。 最终,我们将为中老年读者提供一套科学合理的冷水澡养生指南,帮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做出明智的选择。 当我们深入探讨冷水澡与健康长寿这一话题时,首先要明确的是中老年读者群体对于健康信息的渴求与审慎态度。 他们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对健康的理解更为深刻,同时也更加关注养生方法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冷水澡这看似简单的养生方式,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健康哲学。 对于中老年读者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身体锻炼,更是一种内在的健康挑战与适应。 通过冷水的刺激,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如血液循环加速,免疫力短暂提升等。 这些现象无疑吸引了众多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冷水澡并非适合所有人的养生良方。 中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各异,有的可能患有心血管疾病、关节炎等慢性疾病。 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冷水澡可能带来的风险远大于益处。 因此,在探讨冷水澡与健康长寿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结合个人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剖析冷水澡的利与弊,通过专家视角和实际案例,为中老年读者提供全面客观的信息。 同时,我们也将探讨如何根据自身健康状况。 科学合理地选择养生方法,以实现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景。 这一话题的深入讨论,不仅是对冷水澡这一养生方式的全面审视,更是对中老年读者健康意识的一次重要提升。 在深入探讨冷水澡的利与弊这一话题时,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对于中老年读者而言,了解冷水澡的潜在好处与潜在风险同样重要。 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健康选择,更关乎他们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准确把握。 从利的方面来看,冷水澡确实能为部分人群带来一定的健康益处,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脏功能。 对于平时缺乏运动或血液循环不畅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低强度的锻炼方式。 此外,冷水刺激还能激发身体的应激反应,短期内提升免疫力,帮助身体抵抗外界病菌的侵袭。 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冷水澡可能带来的弊端。 对于中老年人群,特别是那些患有心血管疾病,关节炎等疾病的人来说,冷水澡可能成为一种健康隐患。 冷水的突然刺激可能导致血管收缩,增加心脏负担,尝试冷水甚至早引发之前心脚痛,中老年心肌毒者梗塞。 必须等充分了解严重后果自己的身体状况。 同时,并长期咨询洗专业冷水澡医生的还可能易见加重关节。 只有这样疼痛才能影响确保生活质量在追求和健康因此的同时,再避免决定不必要的是风险否。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具体案例、专家建议,进一步阐述冷水澡的利与弊,帮助中老年读者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深入阐述冷水澡适用性的个体差异这一话题时,我们不得不强调每位中老年读者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乃至心理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个体差异直接决定了冷水澡对于他们而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年龄并非唯一决定因素。 即便同为中老年人,有的人可能身体素质较好,对寒冷刺激有较高的耐受度,而有的人则可能因患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等,对冷水澡的接受度大大降低。 其次,生活习惯也影响着冷水澡的适用性。 长期坚持锻炼,注重保暖,营养均衡的人,其身体机能往往更为强健,更能适应冷水澡带来的挑战。 相反,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经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则可能削弱身体的适应能力,增加冷水澡带来的风险。 最后,我们还需关注心理因素,对于一些人来说,冷水澡可能是一种挑战自我,激发潜能的方式。 而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因害怕寒冷,担心身体受损,而产生抵触情绪。 这种心理差异同样影响着冷水澡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中老年读者在决定是否尝试冷水澡时,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个体差异,包括年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确保自己的健康与安全。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根据个体差异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冷水澡养生计划。 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如何根据个体差异制定适合自己的冷水澡养生计划,并介绍一些替代养生方法,以满足中老年读者的多多元化需求。 在制定冷水澡计划时,中老年读者应先进行全面的健康评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是心血管系统和关节的健康状况,如有一律,可咨询医生或专业人士的意见。 基于评估结果,可以选择逐步适应的方式,从温水开始,逐渐降低水温,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冷水澡温度和时间。 同时注意洗澡前后的保暖措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 除了冷水澡,还有许多其他适合中老年人的养生方法,值得尝试。 例如,适度的有氧运动,如散步、太极犬等,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均衡的饮食,注重摄入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此外,保持充足的睡眠、减少压力、培养兴趣爱好等,也是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健康、长寿的有效途径。 这些替代养生方法不仅丰富了中老年人的养生选择,还提供了更加全面、多层次的健康保障。 他们与冷水澡相辅相成,共同为中老年读者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养生体系。 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每一位中老年读者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在您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养生的旅程中,我们不图回报,只期待您的喜欢和分享。 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 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 让我们一同修身养性,积累福报,心怀感恩,与您同行。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